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天子越来越丧 诸侯们就越来越嚣张 当周天子hold不住诸侯们时 诸侯们就开始争相称霸 这一时期呢 也被称为春秋时期 因为有五个大佬先后荣获霸主的荣誉称号 因此被称为春秋武霸 第一个称霸的是山东大汉齐桓公 我能当上霸主 全靠我背后的男人 当时 中原各国不再拿周天子当老大 逢年过节呢 也不再纳贡孝敬 四方的遗敌 也就是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更猖狂 整天拎着菜刀到中原打砸抢劫 文明大姐 辣条雪糕统统交出来 在这种形势下 观众一出道便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尊王攘仪 工作要干好 口号少不了 啥叫尊王攘仪呢 其实就是一方面敲打中原的各国诸侯 让他们尊重周天子 别动不动挑战周天子的权威 给自己找不痛快 谁让周天子不痛快一阵子 我让他不痛快一辈子 另一方面就是打击四方的遗敌 让他们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陪老婆 带孩子 别想不开 非要到中原找死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今后 谁要是敢再来中原搞事 就先吃我一记臭脚 谁知道 齐桓公这边刚下达尊王攘仪的命令 燕国那边就遭到了遗敌的袭击 被啪啪打脸了吧 真想把你们一脚踢到墙上 抠都抠不下来 齐桓公气呼呼地带着一支部队 从山东一路杀下河北 直到将那些遗敌的汉子 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才撤军 燕庄公一感动 不知不觉将齐桓公送到了齐国的领头上 当时诸侯之间相送是不能超出国界的 否则就是失礼 齐桓公想做道德模范 可不想在这事上失礼 他索性把燕庄公所到之地 全部送给了燕国 大哥 我还想再送你一程 别送了 你要是再送下去 我非得把整个齐国都送给你 干完一敌 齐桓公又将枪口 对准了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楚国 楚国向来最不拿周天子当盘菜 所以齐桓公一上来就派管仲 对楚城王进行灵魂拷问 你小子格调也太高了吧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没有给天子进贡包毛 才导致天子无法祭祀 此乃一等大罪 啥无赦 啥是包毛呢 其实就是一种很常见的茅草 周天子在祭祀时 需要用它过滤酒 管仲为啥要拿楚国不进贡包毛说事呢 原来诸侯对周天子都有进贡的义务 而楚国的义务就是进贡包毛 此时呢 不管是楚国还是其他诸侯国 也都不再给周天子进贡 而齐桓公却唯独责备楚国 其实是专门来砸场子的 楚城王知道自己打不过齐桓公 只好乖乖认怂 答应会继续给周天子进贡 不就是几根茅草吗 你今日下单我明日送答 齐桓公将各国收拾的服服帖帖之后啊 在奎修召开了一场会议 各国大佬纷纷前来捧场 就连周天子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齐桓公全票当选为霸主 吴迪是多么寂寞啊 齐桓公呢虽然英明一世 却死得挺惨啊 晚年病重时 五个不争气的儿子抢着当国君 连个外卖都不给老爹叫啊 结果呢 导致齐桓公被活活饿死 今天我才知道 不会叫外卖 是会死人的 历史知识点 如果不是管仲提出尊王攘夷 齐桓公不可能成为霸主 而且如果不是管仲提出尊王攘夷 中原人恐怕都要被野蛮的一敌人统治 所以呢 孔子曾称赞管仲说 如果不是管仲 我们恐怕都要简称一敌人的沙马特发型 改穿一敌人的服装了